门铃此起彼伏地响着 我发着高烧 被吵得睡不着 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勉强起身 谁啊 刚打开门 外卖小哥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他给我递过来一个袋子 先生你好 这是你点的外卖 我记得明明没有点过外卖啊 脑子里昏昏沉沉的 我接过袋子一看 上面显示着林雨薇的号码 他知道我今天生病休假在家 可能是他点的吧 我忍着头疼说了一句 谢谢 正想回去时 外卖小哥却突然叫住了我 他看着手机又抬头看了看我的门牌号 先生请问你是鹿岩州吗 这里是4801吧 我要送的是4701 我看错了 实在不好意思 那一刻 我的脑子瞬间清醒 低头看向手里的订单 男男道 周宋荣 这名字有点眼熟 我突然想起来 他就是住在我楼下的邻居 一个很年轻的男大学生 订单上的号码隐藏了两个数字 也不一定就是林雨薇的号码 可能是我搞错了吧 他现在忙于工作 每天早出晚归的 都没怎么见过这位邻居 又怎么会给他点外卖 最终我还是把外卖还给了小哥 门关上的那一刻 林雨薇的电话随之而来 言周 身体怎么样了 好点了吗 我慢慢走回房间 刚刚睡了一觉 突然被外卖小哥吵醒了 我还以为是你给我点的外卖 结果是送错的 是楼下那个男生点的 说来也奇怪 那个号码的 伟号和你的号码是一样的 林雨薇沉默片刻 支支吾吾地回了一句 是吗 可 可能是巧合吧 你赶紧再去睡一觉吧 别再累着了 我今晚还得加班 可能得回去晚点 你不用等我了 没等我回话 她匆匆忙忙地挂断了电话 半夜凌晨两点 林雨薇还没回来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打了她的电话打不通 又给她的好友周思琪 发去微信 周思琪 你们加班到这么晚吗 我老婆电话打不通 我来问问你 过了一会 手机震了一下 没有啊 一个小时前 我就把林姐送回去了 我还亲眼看到她上了楼 才回去的 那一刻 冷汗灌输我全身 林雨薇早就回来了 可她上了楼却没回家 那她去了哪里 一种不好的预感 从心底涌现 我脑子里回想着 今天送错的外卖 巧合的电话号码 以及林雨薇的支支吾吾 这或许并不是巧合呢 周思琪意识到不对劲 又发来一条信息 路哥 别担心 谁不知道 我们你们夫妻俩最恩爱啊 林姐每次和我们聚会 都是十二点前走 就为了回去陪你 说不定她突然有事 就回公司处理了呢 你别多想 这本是一句好听的奉承话 却仿佛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更加坚定了我的怀疑 好的我知道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早点休息吧 挂断电话 我回想着周思琪的话 她说林雨薇 每次都是十二点前赶回来 可是这半年来 林雨薇都是凌晨一两点 才回到家 细思极恐 我接二连三 给林雨薇打去电话 终于打通了 她很不对劲 语气有些不耐烦 喂 陆延周 不是让你先睡吗 怎么又闹了 我强装镇定 雨薇 太晚了 我担心你 你在哪呢 一阵布料的摩擦声传来 是在熟悉不过的声音 林雨薇的声音冷了下去 我不是说 我还有应酬的吗 我总跟你打电话汇报 万一把客户惹烦了怎么办 我忍下心里的酸涩 却还是没有拆穿她的谎言 行吧 那应酬完了 快回来吧 十几分钟后 林雨薇匆匆赶了回来 她抖落着身上的血 忍不住熟络我 冷死了 我可是为了你 才这么快赶回来的 林雨薇不知道的是 她在抖雪的时候 顺带也把身上的香水味 散了出来 那是香奈儿的经典香水 名为泄后柔情 这瓶香水 还是我专门去专柜挑选送她的 可她说不喜欢 一次也没用过 却偏偏在这几次 见客户实用上网 我没有理她 禁止走进卧室 直到林雨薇 在我身侧躺下来关了灯 楼下4701的灯 也随之熄灭 我终于确信 和林雨薇泄后柔情的 正是楼下的周送容 等林雨薇沉沉睡去 我拿过她的手机解了锁 林雨薇和我夫妻多年 我从来没有对她起过疑心 所以她也很放心地 让我知道所有的密码 甚至对我放心到 能把情夫带到同一栋楼 在我眼皮子底下偷情大半年 我点进她和周送容的微信 今晚的信息停留在林雨薇那句 心内衣到了这次的比较好丝 你可以清点 我手发着抖 继续往上滑 拉着他们的对话 白丝好还是黑丝好呢 等你来挑吧 要不一条腿穿白丝 一条腿穿黑丝吧 总之都是我的 别便宜你老公 别提她 她才不配 好好好 不提不提 今晚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暧昧露骨中充斥着热恋的气息 我压抑着自己的一腔怒火 走到厕所点燃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小丑 想到每个我等待林雨薇回家的夜晚 她都在楼下和周送容恩爱匪测 我忍不住犯了恶性 抱着洗漱台干呕起来 可能是声音太大 惊醒了林雨薇 她鞋也没穿就跑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后背 老公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又烧了吗 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 试探着体温 我看向林雨薇 她装得真的很好 眼里满是焦急和关心 表面上装出一副 贤凉舒德的模样 背地里还能勾搭上别的男人 要不是今天 她给周送容点外卖碰巧送错 我估计到现在 都还不能发现他们的奸情 她不嫌弃脏 我嫌脏 我没事 我打掉林雨薇的手 匆忙用冷水洗了把脸 冷静过后 就该想想离婚的事了 离婚不是一日之工 我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务必要一击必重 就算心里在悲痛 我表面上也要装作 什么事也没发生 第二天 等林雨薇去了公司上班 我敲响了周送容的家门 门已打开 扑面而来的一股香水味 正是昨晚林雨薇 昨晚身上的味道 周送容开门看见我时 眼里有一瞬间的心虚和错愕 她光着上身 脖子上密密麻麻麻的吻痕 正是林雨薇的得意之作 我的视线一到她的脸上 仔细一看 眉眼像极了18岁的我 难怪林雨薇喜欢 周送容皱着眉头警惕地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她心里在担心什么 放心 还不到桌间的时候 我勾起一抹笑 不好意思 我昨晚亮的衣服 掉落在你家阳台了 可以进来找一下吗 周送容明显松了一口气 表情开始变得漫不惊心 她打亮了我两眼 面上多了点嘲讽 进来吧 突然 我的视线露在满墙的奢侈品球鞋上 周围还有一堆昂贵的衣服和手表 周送容显然也注意到了 忍不住打亮我的神情得意道 羡慕吧 别乱碰啊 这些可是我打下的江山 打下的江山 我心里忍不住笑了 是靠身体打下的吧 一个小白脸 靠着吃软饭才换来这些 居然也值得她炫耀 林雨薇在她身上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的财产 我倒要看看 到时候她有没有本事守住这些江山 我很快在阳台找到了衣服 接着趁周送容转身不住一时 悄悄往墙角放了一个东西 临走出门时 我对着她笑了笑 谢了兄弟 我们还真是有缘 不仅长得像眼光也一样呢 你上半年刚住进来 这装修风格居然和我家 前几年布置的一模一样 我环顾四周 接着打亮了她两眼 笑得很隐晦 周送容方才还得意地笑将在脸上 她不过是一个大学生 这房子自然是林雨薇给她置办的 却照着我们的家来装修 而她又偏偏长得很像我 被包养也就算了 还是一个替身 想想多替她感到耻辱 当天夜里 林雨薇又是凌晨两点回到家 我坐在客厅里 看着新闻眉开灯 把她吓了一大跳 林雨薇皱着眉头 盐周 大晚上的 怎么还没睡 我睡不着 就起来刷了刷视频 我端着平板 凑到了她跟前 你看新闻眉 隔壁是出了一个凶杀案 一女的出轨 她老公把她砍了冰箱里 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林雨薇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眼神不自主地乱瞟 我故意问道 怎么了 林雨薇害怕地打掉我的平板 大半夜的看什么凶杀案 吓死人了 我累了 先去睡了 看着林雨薇 落荒而逃逝的背影 我的眼神骤然冷了下去 手指发着抖 把平板切换到另一个界面 不堪的画面映入眼帘 是白天我放在周送龙房子 角落里的微缩摄像头拍到的 累吗 刚刚她可还跟周送龙 在楼下大汗淋漓呢 林雨薇 你欠我的 我会让你慢慢还 第二天 我去公司时 林雨薇居然破天荒地 给我准备了早餐 她贴心地给我系着领带 笑意满满 言周 今天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 等你下班回来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不知道是不是昨晚 我提到那个新闻的举动 引起了她的怀疑 她时不时地打量着我的神情 企图看出我的不对劲 周年纪念日 真是个好日子 我不动声色地整理衣服 淡淡地笑了笑 好 我也有礼物要给你 真的 谢谢老公 林雨薇眼眸闪着星光 乖巧地在我脸颊亲了一口 似乎在憧憬着今晚的美好 毕竟往年周年 我送给她的礼物 都是花了大几十万 今年就不同了 反正该拿的证据都拿到手了 那我就送她一本离婚证吧 晚上下班时 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姜柔车爆胎了 正好她和我顺路 我就烧了她一程 我到了小区门口 把她放了下来时 林雨薇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她声音娇滴滴的 挽过我的手臂 视线区一直死死地盯着姜柔 像四轩市主权般 老公道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我垂谋将林雨薇的一举一动 都看在眼里 从前林雨薇很爱吃醋 绝不让公司的任何一个女生 靠近我 我只当她是太在乎我 现在想想 这哪里爱 她自己都背着我出轨了 这不过是一种变态的占有欲 姜柔坐在副驾上 脸上略显尴尬 她有些局促 陆太太 你别误会 今天我的车太坏了 这才麻烦陆总顺路送我一趟的 林雨薇瞥了她一眼 到了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念头吧 林雨薇一向如此尖酸刻薄 往日的这种情况 我也是任由她撒泼 姜柔是不是飞上枝头变凤凰 我不懂 我只知道 林雨薇马上就要跌下枝头 她还在喋喋不休地 继续挖扩着姜柔 我皱了皱眉头 提高了音量呵斥道 你闭嘴 随即将手从林雨薇怀里抽了出来 走到车的另一侧 亲自给姜柔开了车门 抱歉 她一向如此 你别往心里去 在你车修好之前 都可以搭我的车 不麻烦的 姜柔顺势从车里站了出来 一脸歉意 谢谢陆总 那 那我先走了 不打扰你和你太太了 姜柔走后没两步 林雨薇尖锐的报名声响起 她开始质问我 陆延舟 你什么态度 你为什么帮那个实习生说话 反过来指责我 你是不是和她有什么了 看着林雨薇理直气壮的神情 我逐渐失去耐心 够了 你怎么这么尖酸刻薄 她不过一个实习生 你有看到我和她 感觉出我对她的态度和之前大有不同 随即眼眸里闪烁着星星般的泪花 装出一副可怜样 陆延舟 我这还不是太在乎你吗 我给你做好了饭菜在家 一出来就看到你开车带着别的女人 你居然还说我尖酸刻薄 林雨薇这演技 不进演艺圈还真是可惜了 她要哭就哭 我当即甩掉她走回到家 家门打开时 桌上满满当当的 林雨薇果然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我 林雨薇擦干了眼泪 追了上来 亏我还为你准备了一天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我正正地站在原地 看着家里一副温馨的场面 其实那里早就溃烂了 痛意涌上心头 我险些站不住脚 扶着桌子勉强撑住整个身子 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对林雨薇搭话 她反倒找了个台阶给自己下 她开始装出一副大度的样子 严舟 你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的 那也不该把这些情绪带到家里啊 算了算了 这次就当我原谅你了 林雨薇调整好情绪 眼眶红红地把一个精致盒子 推到我面前 示意我打开 眼神可怜又期盼 严舟 你快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看着她这番惺惺作态 演了这么久的戏也该累了 我冷哼一声 从文件家里 一把将离婚协议书甩在她面前 不用了 还是先看我给你的礼物吧 林雨薇脸上的笑容再看到 合同上的离婚二字突然顿住了 她眉眼闪动了一下 突然变得不安起来 压抑着怒气质问我 看不出来吗 我要跟你离婚 哦不对 我要你净身出户 林雨薇现如今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可这都是因为我给她拉的人脉 离婚对她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林雨薇手发着抖 一把将离婚合同撕了个稀碎 她红着眼眶反过来诬赖我 陆延舟 好端端的你为什么要替离婚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狐狸精了 是不是刚刚那个姜柔 你最近不是和她走得跟进吗 你是不是跟她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 林雨薇一把将桌上的饭菜 全部掀翻 我当初嫁给你时 你亲口说过对我不离不弃的 你要是敢为了外面的狐狸精 跟我离婚 我 我就死给你看 我看着满地的碎片叹了一口气 这个家 真是太脏了 陆延舟 你心虚了吗 你说话 见我不说话 林雨薇开始 变本加厉的还扯着我发疯 我忍不可忍 两手一把将她扇倒在地 啊 陆延舟 你敢打我 我直指着她 打的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林雨薇不可置信 捂着脸抑制不住 眼泪滑下 突然 客厅的门被人用力撞开 雨薇 出现在门外的 是周送荣 我勾起一抹笑 这对奸诈夫妇 总算凑齐了 周送荣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 林雨薇浑身颤抖着 眼里闪过一丝心虚 我捕捉到她的情绪 笑了笑 故意问道 她是谁啊 林雨薇 林雨薇摇着头 甚至不敢与我对视 结婚的时候 我是对你说过不离不弃 可是林雨薇 你们心自问你配吗 我俯下身跌着她的下巴 厌恶道 你干的那些龌龊的事 我是看你一眼也嫌脏 林雨薇摇了摇头 不安地拉着我的衣角 不 不是弟严州 你听我解释 周送荣跑上前来 打掉我掐着她的手 连忙将她护在身后 满眼仇视地对我警告 陆严州 就算让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林雨薇是我的女人 像你这种窝囊废 根本配不上她 我打听过周送荣 听说她和林雨薇半年前 在健身房里遇见 后来才慢慢偷情到我家楼下 周送荣凭借着在网上出卖色相 还时不时下白那些奢侈品 装成富二代的样子 慢慢地也就骗到了百万粉丝 所以目中无人 心高气傲 自始至终我都没正眼瞧过她 我赤笑一声 窝囊 你自己都被包养了 还在这装什么逼 一个吃软饭的 谁比得上你窝囊 一个平A就激起了周送荣的大招 周送荣路路不可遏 你说什么 我突然看准了机会 猛然朝周送荣脸上挥了一拳 接着迅速抓住她的手臂 力道收紧 膝盖一台撞上她的小腹 周送荣被打得错不及防 失控地装上了桌脚 林雨薇慌乱地扑过去 挡在她身上 别打了 别打了 下意识的举动是骗不了人的 原来失望到一定程度 没有心痛 只剩麻木 我停下了脚步 嘲讽到 林雨薇 带着你的情人滚吧 明天我会让律师 重新你一份离婚协议 林雨薇哭泣着摇头 连忙离开了周送荣 贴到我身上 严周 不是这样的 你以前不是最爱我的吗 我不离婚 我不同意 我淡然地听着她虚伪地忏悔 厌恶地把她从我身上扒下去 接着把保安叫上来 让他们把这两个人赶出了这洞楼 这一晚 大雨倾盆 林雨薇就站在雨中 企图让我心软 严周 外面雨太大了 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她还给我发来无数条消息 或是道歉 或是保证 甚至还用上了感情牌 从前她把我的消息都当作空气 这一次 终于轮到我了 本以为戳破他们的奸情后 就能顺利离婚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秘书给我打来电话 不好了 陆总 你夫人一大早就来到公司闹 客户都被她气走了好几个 最要紧的是 她还把新来的那个实习生姜柔打了 说 说她是勾引你的小三 等我匆忙赶到时 办公室前围满了一大批人 我扒开人群 姜柔捂着脸跪在地上哭泣 而林雨薇翘着二郎腿 坐在我的办公桌前高高在上 看到这一幕我怒火中烧 她怎么还有脸来我公司呢 林雨薇 你摆的什么款 还当自己是我太太呢 保安呢 给我把她赶出去 员工还不知道我和林雨薇之前的事 纷纷站着不知所措 我转身扶起姜柔 把她的手轻轻拿开 查看脸上的伤势 我吩咐着秘书 拿些冰敷带过来 又郑重地向姜柔道歉 不好意思 连累到你了 你先冰敷一下脸吧 等会我带你去医院检查 直到这一刻 姜柔的眼泪才夺狂而出 弱弱地说道 我 我真的没有勾引陆总 我只是工作上的时候 和陆总说了几句话 林雨薇看着我对待姜柔 小心翼翼的态度 极度的牙痒痒 指着姜柔就骂 你个贱人 还说没有 要不是你的挑唆 严州怎么会和我 林雨薇看着乌鸦鸦的人群 离婚二字为她及时止住了 我快步走上前去 一把将林雨薇从椅子上扯了起来 林雨薇 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 你心里应该清楚 给姜柔道歉 林雨薇倔强地咬着牙 不肯松口 她红红着眼睛与我直视 陆延周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 你好狠的心哪 她趁着我不注意 还想继续上前殴打姜柔 我揽过姜柔的肩 一把将她用力推开 你个疯子 正好保安也来到 他们嫁着林雨薇就要往外走 别碰我 滚 林雨薇甩开保安的禁锢 踩着高跟快步走到我面前 她看着我笑得分外诡异 陆延周 你打啊 有本事你打死我 连在肚子里的孩子也打死好了 她怀孕了 我有些意外 此话一出 人群涌动 秘书凑到我身边 陆总 要不我把外面的人先赶走吧 我深知人言可畏 摇了摇头 不 让他们都留下 林雨薇今天来我公司闹这么一出 就是为了煽动大家的情绪 对我进行道德绑架 再加上她的演技真的很好 不明真相的旁人一听一看 都会认为我真的出轨了姜柔 受害者是她 她算得真狠 这样一来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我只能答应她的条件 可惜林雨薇千算万算 还是漏了一点 我似笑非笑 走到电脑前把投影打开 林雨薇 你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是我的吗 林雨薇看着我的举动 皱了皱眉 还在嘴硬 她脸上胜券在握 自以为能用孩子困住我 怎么 堂堂路总经理 连承认一个孩子的勇气都没有 说着又装起可怜 严周 可以不计较你和姜柔的风流事 林雨薇的戏刚唱到一半 办公室里的投影仪突然一闪 她和周颂龙在客厅里 大汗淋漓的样子 顿时呈现在大众面前 林雨薇慢慢抬眸 看到投影仪的内容后 惨白了脸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不 你怎么会有这个 林雨薇这个人耗面子 我本不想把事闹得太难看 让她近身出户 已经是最好的惩罚 既然她不肯 自然有更厉害的等着她 投影仪上的画面还在抖动 伴随着阵阵面红耳式的声音 我吃笑一声 林雨薇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林雨薇正正的凝视我 伴上 她疯癖般拿过桌上的杯子 砸向投影仪 还驱散周围的人 看什么看 你们都给我滚 陆延周 我是你老婆 你把这个发出来 你还要不要脸 我挑了挑眉 反正在画面里扭着的又不是我 投影仪被林雨薇砸闪了两秒 灭了 我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不出意外 下午的新闻媒体都是这个 我和林雨薇原本是商圈的模范夫妻 这样的大新闻 他们又怎么会放过 闹大了好 闹大了就算后面林雨薇 再怎么拿肚子里的野种虚闹 也和我无关 我不想再和林雨薇掰扯 起身拉过姜柔 走 带你去医院 这话顿时刺激到了林雨薇 她眼角泛红 祈求般的拦着我 陆延周 这个贱人有什么好 他就是贪图你的钱财 他哪里比得上我 我 我和周送荣只是一时糊涂 那也已经断了 可我从没想过要和你离婚 可我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 昨晚给你准备的礼物 是一张验孕单 可你却看都没看一眼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延周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出轨大半年 却从未想过要和我离婚 感情是把我当大冤种使唤的 我一把甩开林雨薇 带着姜柔走了 可刚来到公司楼下 秘书就给我发来消息 陆总 林雨薇太流产了 我们要把她送医院 她不肯 说非得要见你才肯去医院 我看着手机上的信息沉默片刻 林雨薇这是连苦肉计都用上了 这个婚怎么这么难理 我把周送荣的电话给秘书推了过去 联系这个人 让她过来 她要是不过来 那林雨薇是死是活都不用管了 让周送荣聚到公司就林雨薇 也算是加证了他们偷情的关系 安顿好姜柔后 我来到医院大厅给她交治疗费 排队的人已经闪过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周送荣 我看着周送荣交了费进入一个房间 刚跟着她走到门口 就听里面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林雨薇刺耳的声音响起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要住VIP病房 周送荣轻声安抚着她 雨薇 你别生气 医生说了不能情绪激动 过两天 等我手头宽裕了一定给你生VIP病房 我在门口听得只想发笑 林雨薇的工作被我弄黄了 连带着我给她的卡也冻结了 短短两天 平日里靠着我养的两个人就过不下去了 突然 林雨薇侧过头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 眼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欢喜 严周 你来了 你是来看我的吗 我笑得肆意张扬 对啊 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 林雨薇顿时变得暗淡无光 只剩下无尽的失落 周送荣一看是我 伸手就过来揪住我的衣领 陆严周 我还没去找你算账 你倒先来了 别再欲擒故纵对雨薇死缠烂打了 你把她害得还不够惨吗 我一把握住太阳在空中的另一个拳头 面带嘲讽到 嘴角的伤还没好 又想跟我过两招吗 我看了一眼病床上的林雨薇 我想你搞错了吧 让她沦落到这种境地 害她这么惨的是你 你们要是不偷情 林雨薇说不定还当着副太太 坐拥数百万财产 跟了你 连个像样的VIP病房都住不起 废物 林雨薇听了这话 双肩顿时耸拉下来 周送荣被我说得面红耳赤 指着我咒骂 你瞧不起谁呢 周送荣 我告诉你 你不就比我早出社会几年吗 得一个什么劲 我比你年轻 我有百万粉丝 随随便便接个广告 照样混得很好 谁稀罕你那些黑心的财产 她的咒骂对我根本起不到任何攻击 和我相比 她也就只剩年轻了 周送荣一把将我甩开 走到林雨薇身旁 在我面前握住她的手安慰 雨薇 现在 咱们现在就生VIP病房 是最高顶级的营养餐 等你病好了 我再带你去周游事件 想去哪都行 周送荣到底还是年轻 一个激将法 就让她把积蓄摊了出来 可是林雨薇之前 被我养得这么娇贵 她的那点积蓄 又能撑得了几时 突然 护士敲了敲门 林雨薇的家属呢 出来一下 周送荣出去后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林雨薇两个人 我嘲讽道 林雨薇 你找的情夫差劲到 根本记不起我一点怒气 林雨薇的视线和我交织 她喉咙滚动了几下 沙哑的声音 严周 只要你让我回到你身边 我可以立刻和她撇清关系 她望向我 眼神真挚 我知道你在气头上 和你离婚 我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林雨薇难缠 没想到这么难缠 我问道 那周送荣呢 林雨薇低下头去 她 她不过就是我平日里消遣的 算不得数的 严周 你平日里工作这么忙 我只是想找个像你的人 越听越恶心 我抬起脚步走出房门 只留给她一句 算了吧 林雨薇 我也不是什么垃圾都捡的 我献你两天 签下离婚协议书 否则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屈服 出医院之前 我看到了周送荣果然在大厅那里 给林雨薇升级病房 不知道她要是听到 刚刚我们的对话 会有什么反应 有趣 周送荣还真点醒我了 她还有百万粉丝呢 正好可以好好利用 两天后 林雨薇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严周 我可以答应你签字 但是你能不能 最后再和我吃一顿饭 她终于松口了 看到这条消息 我快马加鞭的 抵达林雨薇所在的酒店 可刚进包厢一看 桌前坐着的 正是林雨薇和她的父母 我眉毛一条 原本以为是一顿散伙饭 结果是长红门烟啊 我的笑容 在看到林雨薇的 那一大家子人时 顿然消失 林雨薇妈妈 看到我站在原地 立刻长辈时的 拉起我的手去做 薛涵问满道 小周啊 最近工作是不是太忙了呀 你看你都瘦了 我默不作声 心想那还不是 被你女儿气瘦的 我们也不是有意 想打扰你们夫妻俩 就是想起来 好久没和你们一起吃顿饭了 看着他们一副 全然不知情的样子 我淡淡的笑了笑 我慢慢转头 故意问道 还叫夫妻呢 怎么 林雨薇回去没和你们说 她做的丑事吗 看着对面坐着的林雨薇 我的声音加大了两个分贝 因为她也觉得很丢人吧 林雨薇摇摇嘴唇 看着我却反驳不出一句话 她妈妈的笑 顿时僵在脸上 扭捏地解释 小周啊 人哪有不犯错的 世上的夫妻哪有不吵架的 你为什么不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呢 更何况 我们家雨薇条件这么好 当初你们结婚 我和我家老头看着你们 我抿了一口酒 你们二老当初是怎么看待我的 我可还没忘呢 现在又来装什么 三年前 我的公司才刚刚起步 资产还没有现在这么富足 因此林雨薇的父母 就一直瞧不上我 甚至对我开出百万的彩礼 为了娶到林雨薇 我也很快答应了下来 哪怕是这样 婚礼上他们也没有出席 当众打我的脸面 现在跟我在这装出一副长辈的模样 纯恶心人 班配 不敢当 谁要和一个垃圾班配 我对她敬了一杯 微笑道 岳母 要是岳父哪一天也出轨了 希望你也能大度到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林雨薇她妈待着在原地 只见深深陷入掌心 怒不可遏地说道 你 你说什么胡话呢 林雨薇的爸爸终于忍不下去了 大喝一声 够了 她一怒 将杯子一摔 指着林雨薇就骂 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看看你做的蠢事 我都没脸替你遮掩 林雨薇颤抖着嘴唇 只剩下乌液和抽气 她妈立刻上前拦住她 紧接着抱着林雨薇一同哭了起来 她还小不懂事 你现在骂她又有什么用 她爸指着他们两个骂道 都是你惯的 这毕竟是我们对不起人家 骂到一半 林雨薇的爸爸突然对我转过身来 看着我的脸色说道 小周啊 是我们家对不起你在先 但是以至此 你要怎样才能原谅我家雨薇 我算是看明白了 现在这局面 一个唱着红脸 一个唱白脸 林雨薇的这一大家子 还真适合去演戏 我不以为然 我早就原谅她了呀 林雨薇妈妈眼睛一亮 真的 小周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 你 话还没说完 我就又拿出那份离婚协议 指尖在上面点了点 只要她在上面签了字 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林雨薇父母的脸色 别提有多难看 快意涌上心头 从前他们瞧不起我 现在 他们恨不得巴在我身上下不来 公司如今的权势和地位 够他们林家几辈子吃穿不愁了 他们林家又怎么舍得我这个金闺序 林雨薇的爸爸 死死地盯着那份离婚协议很久 突然 她一把将桌上的酒瓶往自己头上砸 小周 我女儿犯的错 就让我这个爸爸替她受罪好了 我给你一条命 我只希望从今往后 你和雨薇还能好好相处 她一瓶接着一瓶的砸 酒水和血水顺着她的脸颊滑下 林雨薇哭着扑了上去 爸爸 你别犯傻 她转头对我说 陆延周 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 我爸爸他身体不好 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脸上的笑意骤然冷了下去 好一招道德绑架 自残的是他们 犯错的也是他们 酒瓶砸完后 林雨薇的爸爸亮亮呛呛地抖了下去 满地的碎片 林雨薇和他妈尖叫声不断响起 场面混乱不堪 酒店的人员立刻打了救护车电话 十分钟后 救护车赶来 林雨薇的爸爸被抬上担架 经过我时 她扯了扯我的衣角不肯走 模糊的血水里透出倔强的眼神 小周 我这份道歉 你 你接受吗 我知道 这次就算不接受 后面他们也会想尽办法用这种方式继续纠缠我的 就算我始终不答应 他们还可以用自己身上的伤来控诉我 让我名誉扫地 我头脑风暴了一番 最终咬着牙忍下今天这口气 我收起桌上的离婚协议 在林雨薇爸爸面前把她一分为二 眉眼冷峻 现在 你满意了 目的达到 玄志的心终于放下 林雨薇的爸爸的手这才松开我的衣角 昏死过去 我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离去的背影 心底涌现出一套计划 强行把他们从我身上扒下来是行不通的 那就来软的 让他们心甘情愿自己离开 闹剧过后 林雨薇顺利地住回了家里 虽然内心隔应 但我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 和她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与之前不同的是 我和林雨薇分房睡了 可每每到半夜 她就穿着性感的睡裙悄悄钻进我的被窝 被我甩开了两三次后 林雨薇彻底崩溃 她放红了眼眶 显得格外惹人脸 颜昭 你不已经原谅我了吗 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肯碰我 当然是因为嫌你脏啊 我冷眼看着她在床上搔手弄姿 皱了皱没头道 最近工作太忙 我累了 以后再说吧 没等她继续上前纠缠 突然手机一响 我低头一看 是助手小赵打来的 我偏下林雨薇 走进书房锁了门 小赵的声音不大不小 响射在整个书房里 陆总 不好了 我们公司一直竞争的项目被对手抢先了 现在股票崩盘 股东突然召集开会 你快赶回公司一趟吧 挂断电话 我立刻拿起沙发上的外套往外走 打开书房的门时 客厅里有人影闪动了一下 林雨薇应该听到了吧 她最好是听到了 我临出门的时候 林雨薇才假装刚从卧室里出来 她问 这么晚了你去哪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公司有点事 我去处理一下 我在林雨薇的目光中下楼把车开走 刚出小区两公里 我靠边把车停了下来 接着打开平板的监控一看 果不其然 林雨薇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我的书房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打开了我的电脑 看到我为她精心准备的文件 文件里面的数据显示 这几个月来公司面临的财务危机 再加上她刚刚偷听到我和小赵的对话 唯一拯救公司的项目被抢走 现在公司状态岌岌可危 林雨薇皱紧了眉头看着那些数据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监控传来了她颤抖的声音 怎么会这样 林雨薇爱慕虚荣 她自以为跟着我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那我只好假装准备破产 负债累累 到时候 她自然会主动跟我提离婚 不再纠缠我 后半夜 我恰热时间回了家 林雨薇还没睡 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旁敲侧击地问道 盐州 公司的事处理好了 我摇了摇头 刻意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 在客厅里抽了一根又一根烟 我突然看向林雨薇 深邃眼眸含着审视 雨薇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有一天我没钱了 你还愿意跟我过下去吗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林雨薇愣了几秒 艰难地扯出一个笑 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安抚道 你说什么胡话呢 盐州 从前都是我不懂事 现在我们终于能好好过日子了 就算没钱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啊 林雨薇甜言蜜语地哄着我 可第二天 她就去了律所咨询有关婚内财产的信息 还顺便打印了几份房产变卖和财产转移合同 林雨薇千算万算 怎么也不会算到 那间律所里的 全都是我的人脉 陆总 您太太今天来律所专门咨询财产的事项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暗示她了 好 辛苦了 她信了就好 只要她信了 那我的计划离目标又进了一步 我让律师告诉林雨薇 只要在我公司没破产的时候 合法转让财产 再离婚 那么林雨薇不仅能保住她名下的财产 更能置身之外不受牵连 这些天 为了让林雨薇更加确信 我真的即将要破产 我装作焦头烂额的样子 一直待在公司里 并时不时的找人扮演追战的上门来警告 林雨薇终于坐不住了 这天回家 林雨薇把一杯热水递给我 严周 喝杯水吧 你嗓子都哑了 别为了工作太累了 我对她笑笑 演出了几分感动 雨薇 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了 好在还有你 在她充满西异的眼神中 我把那杯泡了安眠药的水尽数喝下 她不知道的是 这个家里 早就已经布满针孔摄像头了 林雨薇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监控范围中 她更不知道的是 少量的安眠药对我是无效的 因为在得知她出轨周送龙的那一刻 我没有一个夜晚是睡得着的 全靠安眠药撑着 久而久之 安眠药对我的药性也大大减少 等我沉沉睡去 林雨薇终于从抽屉里 拿出她准备好的财产转让合同 突然 我从眼睛里的小小缝隙中 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是周送龙 她从另一间房间里走了出来 她站在门口催促道 好了吗 快点 别等她醒了 林雨薇兴奋的声音响起 你按着她不就行了 怕什么 她得意的笑着 拿到财产后 我立刻和她离婚 这样就算她后面反应过来 也来不及了 看来她们早就准备好了 我要是不肯喝下安眠药 估计也会被强制打晕 我任由林雨薇牵着我的手 写下我自己的名字 按下手印 她和周送龙现在做的每一步 都在被我记录着 这些记录将来都会是她们的罪证 最终 她们心满意足地拿到了我的签名和手印 为了庆祝 周送龙戏谑地揽着林雨薇的腰 在我面前热情拥吻 过了许久 这对狗男女终于卷款离开 等客厅里的动静停下后 我才缓缓走出去 家里凌乱不堪 所有之前的东西都被一卷而空 只留下桌上的一份离婚协议书 我垂眸看到林雨薇草草留在上面的签名 笑意加深 终于把林雨薇这个吸血虫 从我身上扒下来了 我一抬头 角落里的摄像头闪烁着 既然离婚协议拿到手了 那么 就该拿回属于我的财产了 不出半日 律师事务所里的人就告诉我 林雨薇已经在他们那里 办理了财产转让手续 除了他们认为的负债的公司没要 我名下的房子车子 以及个人的流动资产 都进入了他们的口袋 签名加盖章 痛快又利索 到晚 周送龙就带着人闯进了我家 黑压压的一群人仿佛黑社会 周送龙站在前排 看着我戏剧的挑衅 陆延周 赶紧收拾东西混蛋吧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是我家了 我坐在沙发上几乎没什么反应 但是目光中表达出几分不屑 我仿佛敬佩式的夸他 周送龙 你太棒了 简直是我的垃圾处理器 周送龙意识没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林雨薇这个垃圾 你替我收了 而这个房子 因为他的缘故我也不想要了 你又火急火燎的来捡我剩下的 我嘶笑非笑 你不就是个纯纯的垃圾桶吗 周送龙这才反应过来 他面上带着愉怒 眼露凶光咬着牙道 露颜舟 你的公司准备破产了 自己都死到临头了 还装什么 今时不同往日 从今往后 我会一脚一脚将你踩在脚底下 你们 给我把他的东西全都砸了 他大手一挥 身后带来的数十名年轻人 顿时手挥棒球棍冲了出来 周送龙不敢动我 也就只能从这点事上发泄 他们把屋子里的东西砸了得烂 满地的碎片 凌乱不堪 周送龙逞够了威风 他凑近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企图从中看出一丝胆怯 从而满足他的好胜心 可我偏偏没有 这反而更激怒了他 突然 周送龙看到 被我紧紧钻在手里的离婚协议 他笑出声来 嘴角的弧度轻面 还装得露颜舟 手里拿着什么 离婚协议书吧 表面上假装不在意 其实内心早就极度地吐血了吧 事实恰恰相反 我反而是害怕他撕了这份协议 这样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转身准备离去 见我默不作声 周送龙反而得意了起来 就在我即将踏出去时 他叫住了我 鹿延舟 要不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 你还不知道吧 林雨薇又怀孕了 不好意思 这次的孩子还是我的 大冤重 谢谢你的财产 我们一定会带着你的祝福 好好过日子的 我愣了片刻 转过身去时 周送龙微微歪着头 笑得猥琐得意 他身后的兄弟们也跟着起哄 喊着周哥牛啊 真是一群蠢货 我淡然地笑着 周送龙 我记住今天了 你等着 报复一个人的最好方式 就是彭沙 周送龙现在春风得意 先让他享受这么两三天 再让他跌入地底 这就是最好的报复 我时刻关注着周送龙 和林雨薇的动态 这几周以来 自从一夜报复后 周送龙开始在网络上 大肆宣扬他富二代的人设 出入高档场所 肆无忌惮地挥霍钱财 当然 花的都是我的钱 从前的富二代是靠林雨薇 现在的富二代是靠我 我乐呵地忍不住 在周送龙的评论区底下留言 富二代 那你得叫我一声跌 才发出去两分钟 周送龙就气急败坏地 把我拉黑了 我让公司的运营 稍加一些操作 在背后推波助澜 加大了对周送龙的推广 很快 周送龙的粉丝量 来到八百万 成为星星榜上 数一数二的大网红 到了这个高度 跌下来一定很疼 秘书进来的时候 我正在看周送龙的直播 这些天 他直播上隐约透露出 他要向女友求婚的信息 富二代的人设 加上深情专一的标签 瞬间拴住几百万网友的心 直播间里的礼物 一刻都没有停过 互联网这块 算是被他玩明白了 求婚的预约甚至高达五百万 网友纷纷在底下评论 博主有钱有言还专一 到底是哪个女生命这么好 蹲蹲蹲 一定要看看 有钱人家的盛大求婚 是什么样的 我点了进去才发现 当天求婚的直播 竟然还要收费 我看了一眼 周送荣如今是炙手可热的网红 不少合作商都纷纷抢着要跟他合作 只要周送荣在当天的求婚现场 给他们直入广告 他就能赚得盘满钵满 我算了算 一场直播下来 少说也有几百万了 那怎么能行 我绝不允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敲了敲桌子 问道 消息放出去了吗 放了 对外说现在公司资产周转不开 陆总您只能亲自去国外谈项目 周送荣肯定会防着我搞鬼 只能选择在我出差的时候求婚 到时候就算我回来捣乱 或者拆穿他们的关系 合作商的钱也早就入了他的口袋 周送荣求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地点定在了江畔 在距离入场前的最后一个小时 我给林雨薇发去一段视频 正是那天她和周送荣迷运我后 在卧室里牵着我的手签字的视频 不出所料 林雨薇很快就打了过来 我笑道 视频还满意吗 林雨薇 那边的声音很吵 隐约听到化妆的字眼 应该是在后台准备着 林雨薇沉默许久 发出的声音带着抖 严周 是我 林雨薇 看来你空虚的很了 我们才刚离婚 你就迫不及待的嫁给周送荣 那个视频就是我给你们的订婚礼物 还喜欢吗 她有些惊慌 你怎么会有这个 不 不是的 严周 这些都只是直播效果而已 那你一声不吭地把我名下的财产卷跑 然后还顺带拉黑了我 这也是直播效果吗 我缓缓地说 你猜 这数千万的巨额财产 够你们在里面蹲多少年的呢 林雨薇那边哐当一声 显然被吓得不轻 她喘着粗气 慌忙解释道 严周 不 不是这样的 我 我只是以为 我抢先回答 以为我就快破产了对吧 让你失望了 公司现在运行得好好的 甚至此之前更好了 你猜猜 现在我想捏死你们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对面传来林雨薇的抽气 她声音沙哑道 严周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只要你别报警 从今往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那一刻我沉默许久 叹了一口气 酝酿好情绪后 缓缓说出 那你回到我的身边吧 林雨薇的抽气戛然而止 她试探性地问道 严周 你的意思 是原谅我了对吗 我停了片刻 缓缓吐出 林雨薇 我后悔了 我好像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你回到我身边吧 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没法接受你现在周送龙身边 等待求婚的样子 就算假的也不行 林雨薇的心跳如同鼓点 马不停蹄地答应了下来 剑锋使舵 向来是林雨薇的拿手绝活 现在屈服于我 对她是百利而无遗憾 挂断了电话 我长出一口气 这种话说出来还怪恶性的 夜幕降临 时间来到开场前五分钟 我悄悄来到现场的后台 周送龙的直播间已经到达百万人 无数的闪光灯聚集在门口 林雨薇出场的那一刻 闪光灯四起 周送龙在她面前单膝跪地 雨薇 你愿意嫁给我吗 宴会上的网红们 端着酒杯 纷纷附和道 网友刷的礼物占满了整个屏幕 财富与权力交织在这个夜晚 周送龙的辉煌达到了顶峰 我抿了一口红酒 既然到达顶峰 那就该摔下来了 林雨薇红着脸处在原地 心虚的久久不可应答 刚刚那个电话 打乱了她所有的幻想 我挂断电话前说过会来接她 她不敢不等我 周送龙尴尬地开了眼四周 压低了声音催促道 雨薇 你怎么了 快答应啊 这么多人看着呢 别紧张 之前我们不是彩排过了吗 像上次一样就好了 林雨薇眼神时不时飘向门口 弱弱地推开了周送龙的手 送龙 我 林雨薇摇摆不定 人群开始嘈杂起来 怎么回事 她怎么不接戒者啊 几十万网友看着呢 这要是突然变化 周送龙岂不是丢了的大脸 小声点 小心被媒体拍到 周送龙急了 用身体挡住镜头 想强行给林雨薇带上钻戒 突然 我将手里的酒杯摔在地上 啪的一声 众人的目光聚集在我这里 林雨薇抬起头来 灼灼的目光穿过人群 并革在我身上 林雨薇喜出望外 严周 你真的来了 我就站在原地 招了招手 林雨薇就当众撇开周送龙 提起裙摆朝我跑过来 人群中传来八卦 这是 抢婚 现实中第一次见 好激动 是不是抢婚还说不定呢 那男的不会是林雨薇的纠缠者吧 就是就是 要不然谁会放着周送龙这样的富二代 不要呀 周送龙被林雨薇当众拒绝 他惨白了一张脸 慢慢站起来 看到我时 眼里生疼起一股怨恨和不可置信 他咬牙切齿 陆延周 你 你不是出国了吗 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呢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可惜 他可以阻止我 却不能阻止林雨薇 林雨薇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身边 强行朝我挤出一个笑容 转身牢牢牵起我的手 他委屈地靠在我肩膀上 延周 你真的来接我了 你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 林雨薇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看着周送龙气急败坏的模样 我淡然地笑着 周送龙 别急啊 我今天可是来随理的 记者媒体把我们包围住了 一副等着吃瓜的状态 林雨薇靠在我怀里猛然抬起头来 他催促我道 随什么礼 延周 我们别管这些事了 赶快回去吧 他是担心我和周送龙起了冲突 情绪激动下 把他们的做的那些犯罪视频抖落出来 现如今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记录着 这件事要是放大了 无异于把他推上刀山火海 我吃笑一声 林雨薇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要一个脏了的垃圾 他握着我袖口的指尖发白 满脸震惊 你说什么 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我用力推开摔在了地上 林雨薇吃痛的捂住肾穴的胳膊 质问我 陆延周 你什么意思 我一个正眼也没给他 只是拿出纸巾在镜头前嫌脏似的擦了擦 刚刚碰过他的手 接着在闪光灯的照耀下 把那段视频呈现在大众面前 我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各位 澄清一下 林雨薇呢 以前是我老婆 但是后来她出轨了周送容 渣男配贱女吗 我本没什么意见 但是 你们把我迷恋了后 伪造签名转移财产 这我可不能忍 众人哗然 什么 林雨薇居然已经结过婚了 还以为周送容是个富二代呢 结果是个被包养的男小三啊 看不出来啊 嗨 网络真真假假 看看热闹得了 这对狗男女干出这种事 居然还敢发到网络上来骗人 退前 林雨薇倒在地上 像是终于反应过来 半晌 才勉强自己露出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陆延周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发出来吗 我嘴角的弧度轻面 你不也说过永远不会离开我吗 结果呢 林雨薇 我只是想知道你当一条狗的潜力有多大 刚刚你是赵之急来 挥之急去 我很满意 她低吼着 原来 原来你是利用我 陆延周 你好狠的心 我们夫妻三年 你非要我死才可原谅我吗 我对她眼里的怨恨视而不见 身后四五个律师走到了林雨薇的面前 他们把赔付的合同呈现出来 林小姐 你要是不签呢 今天这场直播就是你婚内出轨的铁证 并且根据陆总手上的视频 我们完全可以起诉你 用你名下的所有财产 赔付我们陆总的损失 免了牢狱之灾 怎么说都很值吧 我站在旁边 把脚下的笔涕的更靠近林雨薇 居高临下道 林雨薇 要么签名 要么进去 这有什么好想呢 你出轨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这个下场 最终 我心满意足地正想离开 林雨薇的爸妈这时才匆忙赶到 他妈妈下了车 一下子就扑到他身边护着 哭着喊着 我的女儿啊 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下了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明明是她 是她出轨公司里的人在先 你这也不过是正反防卫罢了 他们母女俩说的离花待遇 是想再次利用舆论的力量给我泼脏水 而林雨薇的爸爸恨恨地瞪着我 手足无措间一把夺过宴会餐桌上的水果刀 直指着我 陆延舟 你别逼人太甚 你是要逼死我林家吗 我冷笑一声 又想来这招 我使了个眼色 突然 两三个人趁着林雨薇的爸不注意 从她的身后快步上前来锁住了她的喉 接着打掉她手里的刀 一把将她撩倒在地 她剧烈挣扎着 呲牙咧嘴地叫嚣着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当众打人还有没有王法 陆延舟 你个畜生 你辜负我女儿 你不得好死 我要报警 一你八的个头如今躺在地上撒泼 看得我只想发笑 我故意提高声音 张律师 如果有人总想通过自残来陷害他人 算不算是违法 张律师推了推进片 这就要根据人来定网 精神病人倒不用知罪 普通人骂 折腾几次就得进去了 林雨薇的爸爸文言停顿了两秒 他怒气腾腾地瞪着我 你当老子是吓大的 你别想威胁我 我弯下腰去 向他凑近 威胁道 岳父 要不我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这样你自残几次都无所谓 你说我能不能做到 我笑得诡异又认真 林雨薇他爸顿时脸色煞白 双肩耸了下去 再也不敢叫嚣 热闹看够了 我眼神失忆了助理一下 他立刻带着那一群人 洋洋洒洒地护着我回去 周送荣的场子 我出风头 还挺爽 这时 周送荣冲了出来 陆延周 你个杀千刀的 别想走 毁了我的直播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他横冲直撞扒开人群 直冲我而来 可惜刚走两步 就被数十名品牌商的人拦住了 高大有富之夫 还利用求婚来掐烂钱 这就相当于 给那些合作的品牌商抹黑了 品牌商自然不会放过他 纷纷喊着解约 赔为约金 我看着角落里的手机 直播间已经有50万人在吃瓜了 我在镜头前勾起一抹笑 大家还想吃瓜吗 周送荣在市中心 总直播的那套大平层 还记得吧 那也是我名下的资产 今晚8点锁定我直播间 我给大家砸房子 放福利 到晚8点 我准时进入了周送荣的家 满满当当一屋子的奢侈品 把直播间里的人 看得目瞪口呆 周送荣之前 还在网络上 晒这些奢侈品呢 我当时还好羡慕 结果就是个小白脸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勾搭人家的老婆 还用人家的钱 要我说 这两个没一个好东西 居然就这么算了 博主也太大度了吧 你没看新闻吗 听说陆延周离开后不久 周送荣就被警察带走了 盗取千万资产 放心吧 他迟早得吃官司 我当然不会 就这么放过他们这对狗男女 总之 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给我进去 我手持一根棒球棍 将屋子的里里外外 全部砸了稀巴烂 自从知道林宇威的奸情后 我的心脏就像被一股 巨大的力量钻住 直到这一刻 才终于发泄干净 我把房子砸烂后 让助理把那些奢侈品 当做直播间的福利 发给广大网友 仅仅一晚 我和周送荣的风评 大幅度反转 公司的股票 也一夜之前上了一个纬度 两天后 助理再次递给我一份文件 陆总 这是整理的周送荣 需要解约的合作商 我翻来一看 违约金高达数百万 心底涌出一丝快感 还没出社会呢 就负债累累了 这辈子她该怎么过呀 听说求婚那天过后 林宇威仗这里的孩子 居然恬不知识地 继续回去缠着周送荣 我倒有些意外 林宇威还真是能虚能慎啊 随便了 渣男配贱女 最好锁死不流入市场 祸害他人就行 张律师告诉我 已经按照我的要求 起诉他们两人了 只是法院的判决 还需要点时间 既然结局已定 往后的日子 我没有再把目光 放在这对狗男女身上 开始一心投入工作 可是有一天 林宇威突然找上我 她把我堵在小区门口 她戴着口罩 凌乱的头发下 仔细一看 眼角满是乌黑的瘀青 林宇威直接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苦苦哀求 严周 求求你 让我回到你身边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周送荣就是个混蛋 她整天不是喝酒 就是殴打我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八个月 都被那个禽兽 亲手打掉了 严周 我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我任由她扯着我 无数句话只在喉咙 林宇威的冒昧 傲娇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可这不是她选的路吗 她又有什么资格后悔 我后退了一步 林宇威 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与我无关 过几月就要开庭了 到时候 你和周送荣就在监狱里 度你们的蜜月去吧 林宇威肩膀不停地抖动 发出轻轻的抽气声 她红着眼 目光炯炯 严周 我不信我不信 你从前那么爱我 你怎么忍心 突然 一声清脆的女声响起 严周 在林宇威震惊的眼神中 姜柔从车上走了下来 靠在我的身侧 我转身笑着牵起姜柔的手 对上林宇威的视线 一字一句 心如刀割 我和姜柔在一起了 这还得多谢你 替我们牵线搭桥 林宇威 以后我会从这里搬走 到你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自求多福吧 姜柔依偎在我身旁 笑得落落大方 林小姐 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现在 我才是严周的妻子 林宇威眼睛哭得红肿 接着诗声长嚎 陆严周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别骗我的 陆严周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解释清楚 就这样 我们在林宇威的质问 和咒骂声中上了车 扬长而去 当晚 我和姜柔在餐厅用饭时 餐厅里的电视报道着新闻 今日傍晚七点 一小区着火 造成一名男子轻度烧伤 经消防站检测 起火的来源 疑似该男子的妻子 林某故意纵火 目前 该女子已经交往公安机关 进行后续的审判 我一抬头 不经意间 与电视上的林宇威对视上 她没有等来法庭的宣判 而是用自己的方式 加快自己的死亡 她浑身伤痕 泪水布满脸颊 被警察押走时 却突然看着镜头 露出一抹诗然微笑 我还记得 多年前和林宇威结婚的那天 她也是这样笑的 只是时过境迁 她还是没有经受住考验 如今 多年前的子弹 刚好正中她的眉心 姜某顺着我的视线 看到了屏幕上的新闻 她握住我手 算是一种安抚 我说回眼神 将她的手牵得更紧了 我没事 只是有些彷徨 一切都是她就由自取 从今往后 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去 姜某嘴角邪笑 好 过属于我们二人的日子 吃完晚饭后 我和姜某一起走到停车场 突然记起来 钱包落在了餐厅 我让姜某先上车等我 可刚走没两步 角落里突然冲出来一辆车 车灯黄眼 却以很快的速度 冲着我的方向来 我眯着眼 本能地往两侧跑去 那辆车来不及转弯 直直地装上我的车辆 我瞪大了双眼 这才看清 车上的居然是周送荣 我大喊 姜某 啪吓 可来不及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车身被撞得变形 和在车上看不到姜柔的身影 心里慌了身 一瞬间 周送荣的车身燃烧起来 停车场内烟雾四起 数十名保安纷纷跑下来救火 周送荣虽然被他们反着手臂压着 但是脸上却带着风批的笑容 他叫嚣着 陆延周 我要杀了你 是不是你穿通林玉威那个贱人 让他放火烧死我的 这次是你运气好 我告诉你 就算我死了 我也要扒你一层皮 让你和林玉威那个小贱人 下去团聚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以为我怕你 我恨不得现在就将周送荣千刀万挂 可现在就人要紧 我联合安保人员 一起将周送荣的车架开 接着在车的后座找到了林玉威 姜柔 姜柔 你怎么样 额头甚血 却气息平稳 我勉强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不是坐在副驾驶上 这时 救护车和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我看着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姜柔移到担架上 家属放心 现在只是一些轻微的皮外伤 现在还去医院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看看是否伤及内脏 我慌乱地点了点头 谢谢 辛苦你们了 周送荣被警察的手铐住时 嘴里还在叫嚣着要杀了我 我最终忍不可忍 冲破警卫线一拳将他撂倒 留下一句 周送荣 姜柔要是有什么事 你会让你生不如死 我跟着医生一起上了救护车 把助理留在了案发现场时刻盯着周送荣的情况 过了许久 医生走出检查室 说到 检查好了 将小姐是被撞击暂时陷入昏迷 并没有什么内伤 只是 我的心踢到了嗓子眼 只是什么 医生 他是有什么问题吗 医生笑了笑 不是什么问题 只是他有了一个月的身孕 你不知道吗 怀了孕更应该时刻注意着 别再马虎了 姜柔怀孕了 我的心情大起大落 内心却还是只有一个想法 他没事就好 突然 手机响起 是助理打来的 陆总 周送荣已经被警察押走了 由于我们是受害方 警察在咨询我方的诉求 我想了想 改变了之前的主意 找个可靠的心理医生 给周送荣做一次心理测试吧 如果他真的疯了 就跟警方说 把他送去精神病院就行 从前我只是想着 让他入狱服刑 现在 我要让他在精神病院 过得生不如死 半个月后 林雨薇的判决结果出来了 由于盗窃罪以及洗钱嫌疑 加上恶意放火 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而周送荣 也如我心愿的 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那天 我还去亲眼目睹了他的风采 他哭着喊着 我没疯 我不去 你们放开我 我没疯 每个精神病人 都会说自己没疯的 总之 周送荣别再想出来了 全文完